桃園航空城开发案争议不断 居民认为政府进行庞大的区段征收 但房屋价格的评点却没有提升 造成财损 今天有上千位的居民走上街头抗议 民众带投机拿步调走上街头抗议的 就是桃園航空城开发案 怒轰政府低价征收 通膨物价指数都调高了 他这个政府死不调不来抗争 我们讲说我们就要再留子孙 上千居民细数过往还指出 现任桃園市长张善政证件跳票 选前公开承诺要提升评点25% 但就任后却改口用选择性补偿 非全面性补偿害他们严重财损 没有对线还有设线都是选择性的补偿 他的25%有三四千栋房子 没有办法去得到补助 航空城开发案 政府进行庞大的区段征收 在地议员由吴和表示 以现金物价指数来看 房屋估诈评点应调整为17.2 但政府却以低于行情的12.2征收 导致居民得负债才能重建家园 照这个六大补助协助措施去驾 補助住家房租补助会 跟我们帮助房租补助会的部分 大部分都发给了特别收益困难 桃园航空城征收案 历经桃园县道升格为直辖市 首长从蓝豆绿仍未取得平衡点 有市府人员私下透露 市长上任至今已经多补贴了约200亿 但如今看来想要完工 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 解铃助长同一报道